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王奇旅看世界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 需要买房的人也就变得越来越多 为了能够满足人们的居住 很多商家都看到了其中的利益 现在城市里的高楼大厦比比皆是 能够进行开发的土地绝大多数都已经开发了 方圆变得越来越紧张 于是很多人都表示非常疑惑 中国的房子越建越多 目前一共能住多少人呢 说出来你都不敢相信 据了解,我们现在所修建的房屋 最少可以住34亿人 按照正常的来算,一家房子就可以住上三个人 那在我们国家住30亿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主要是看人们要怎样进行居住了 像不是特别富裕的家庭来说 他们的人口都是比较多的 为了节省该房屋的钱 他们都会在一个房间内生活 家庭富裕的人,他们的人口也会比较少 住的房子肯定是又大又舒服 如果说是有条件的人 住一套300平方米的房子都觉得小 甚至不惜盖起了二层三层 还有就是它的保值问题 很多商家为了炒房 明明还有很多套空房 却对外面的人说已经销售完毕 让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 觉得现在的房子很容易被别人买空 不惜拿出越来越多的钱去购买房屋 好了,今天的老王奇旅看世界就到这儿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